今集為我們煮家鄉開運送的兩位嘉賓 一位來自台山, 一位來自廣東 但是他們是同一個種族 等等, 究竟他們是台山人 還是敏南人? 是什麼人? 他們是外國人, 因為他們是蝦腿人 有請兩位美女食神 黃美琪和康激 你好… 他們來自外國 你好, 幸好認識你 你好… 你好,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不用到那邊了 太少認識了, 認識了 好… 你好… 新年快樂 我想請問美琪和Judy 你們今天跟我們煮賀年開運菜 是什麼菜式呢? 我會煮一個酥炸生蠔 我負責甜品的部分, 就是糖不甩 好, 吃一口 好, 吃一口 吃一口 好, 吃一口 好, 美琪 是 酥炸生蠔 你平時有煮過嗎? 對… 也有, 吃多吃一口 吃多, 吃多? 對 然後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水 放進去水 這個步驟就非常重要了 是 因為要吸乾水 不然待會炸的時候… 油會變成光滑 對, 我們先吸乾它 你跟媽媽好像有點緣分 因為我跟她拍劇的時候 她幾歲大而已 對… 第一套是真情 我是君君 然後七號猜館 真是做佳燕姐的女兒 她做我的女兒 你很小就入行了, 是嗎? 對 跟我一樣, 同聲 現在就調整粉漿 粉漿裡面有什麼? 麵粉, 生粉, 泡打粉 用冰水去打開 放進雪櫃, 冷藏半個小時 才拿出來溶 對 因為這樣炸出來會脆一點 沒錯 我只是聽別人說的 對, 沒錯 我們應該油就差不多了 但我先加一點鹽 讓它不要彈, 別人這樣說 因為我很喜歡上網看 人家怎麼做東西吃 小肥的 現在看它炸, 知道是否可以 會不會彈少了? 對 對, 我們也要尊重嘉賓 對, 真的不彈 你… 後面飛起了 你看到口味嗎? 對 這是最好的, 因為玻璃你看得到 你始終是女生, 彈傷就不太好 所以加鹽是不合理的, 原來發覺 可以, 比較好 真的, 不好意思 你說尊重嘉賓 對, 問題是否… 但我看見要這樣… 炸得差不多, 我會先拿起身 拌勻一下油, 再回鑊 是 現在這樣, 回鑊的時候 第二次可以逼出油, 會脆一點 看到它金黃色, 你就要立刻拿起 因為它拿起… 為何會焦 它會有餘溫, 會再熟一點 好, 我覺得差不多了 好, 美琪BB 是 你慢慢擺盤 是 Gudy你好, 你會煮什麼食物? 我會煮傳統的糖不甩 對,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吃 煙煙韌韌的食物 而且我很喜歡吃甜的食物 所以就煮這個糖不甩, 來拍摺 其實它本身的樣子也很甜 真甜 這是糯米粉, 因為我加了一點水 做這個要加一點, 才不會… 一開始就已經很稀 你平時也會進廚房煮一些味道嗎 也會, 但網上有人教煮一些短片 我喜歡做芝士蛋糕、不同的甜品 中式的其實真的比較少做 但我覺得這個對於… 不是經常說進廚房煮中式甜品的人 應該是很容易掌握 說完菜的選擇 好, Judy, 看來好像快完成了 現在煮什麼可以幫到你 是 現在要把丸子拿出來 是 這樣真的有多大 太大塊, 又不好 你煮的時候它會再發大一點 這裡我看到有些顏色 這個黃色是黃薑粉 這個綠色是螺旋組 然後紅色是蝦紅素 其實這些都是很天然的色素 除此之外, 加一些紅蘿蔔汁 紅菜頭汁, 可可粉等等 水滾了 好 好, 煮幾分鐘 其實三、四分鐘就可以了 不過在這個時候 其實很需要保持這樣做一整 不然它會黏著 做了一些彩色的魚仔 很漂亮 對 在煮的同時可以煮糖素 稍後要把湯圓放在這裡 讓它外面有甜甜的味道 保持攪拌 好, 現在加的糖不得放進去 再煮三分鐘就可以了 很簡單而已 對 這是椰絲 這是砂糖 這是砂糖 加芝麻 做芝麻 一、二、二、二 拌勻 真的要補了 三個 糖不得 等等, 嘉賢媽媽, 請刺名 金蠔型鼠蓮 好… 這個就是給一些友情人 甜不甜蜜蜜, 糖不甩 好, 糖不甩 應該跟著 糖不甩 嘉賓要改英文名字 我打算改中文名字, 早就先想定 你說吧… 它叫片地王金花… 好… Judy 甜蜜蜜球 第四個… 吃得出認真